家里的废旧电风扇换了以后呢 先不要着急把它扔掉 其实呢我们用它可以制作一个小型的打磨机 在生活当中呢 比如啊打磨一些钻头 或者是一些螺丝刀之类的小东西啊 非常的实用 今天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它的制作方法 首先呢就是操作第一步啊 我们先把上面这个保护网给它拆掉 拆之前呢 首先我们先把这个固定扇样的这个螺丝给它拆下来 这个螺丝呢是一个反扣 我们正时针旋转 这样呢就能把它拆下来 我这个电风扇呢 是上面这个扇印坏掉了 然后呢还有这个摇头这个部分也坏掉了 所以呢我们用它就可以改装个打磨机了 如果这样的电风扇直接扔掉 或者卖掉的话是卖不了多少钱的 好我们把这些东西拆完之后呢 然后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改装方法呢非常简单 我们呢只需要花一块钱 买个角膜机上的这种切割片就可以了 用它呢安装在这个电机上面就可以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 因为啊这个切割片中间这个孔啊比较大 然后呢我们这样放上去以后是没有办法固定的 因为呢这一截啊 这么长距离没有螺丝是吧 首先呢我们需要找一个就这样的塑料垫片 如果没有这样的呢 找几个这样大的螺母也可以啊 我们主要呢就是先把它垫在电机这个轴上面 把这塑料的给它套在电机上面 然后呢给它再加装一个 金属垫片 然后呢就开始安装这个切割片啊 安装的时候呢一定要把切割片呢放在中间的位置 如果放片的情况下呢 它在转的时候呢 呃就会影响它的效果啊 它就不同心 然后转起来有可能就会左右来回的震动比较大 所以呢一定要找个中心的位置 然后呢在这上面再垫一个金属垫片 然后拧上上面这个固定的螺母 我们把它固定牢固 固定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啊 一定要让这个切割片靠在中心的位置 好这样呢给它拧牢固就可以了 就这样呢就制作好了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呢 其实呢像这个电路部分呢 我们不需要任何的改动 我们现在就开始把这个东西呢 给它插上电来测试一下 看一下它打磨东西的效果怎么样 以前呢我记得有很多朋友说 电风扇改模改装的打磨机 它这个转速非常慢 效果不好 其实呢不是这样的啊 我们通过电后来给它演示一下 然后呢我们开始一档 一档是它最慢的速度 然后呢我们再开个二档 速度更快了是吧 然后三档速度就更快了 如果开个四五档的情况下 那就速度啊就更不用说了啊 首先呢我们来测试一下 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鲁丝刀 看怎么样 看一下它打磨的效果如何 看一下 还是非常锋利的啊 看到没有几下呢就打磨成这样了 所以说用它打磨一些小工具呢 在事物当中是非常的实用 效果很不错 效果很不错 我 我 我 谢谢大家